为了欢庆儿童节 也让小朋友们都有能够认识钱币的运用 好联市立幼儿园特别带领大班的小朋友 徒步前进园区邻近的店家 让小朋友采买自己喜欢的点心 将所学应用在现实的情境当中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 赠送每位小朋友儿童节礼物 为了欢庆儿童节 也让小朋友都能认识钱币的运用 好联市立幼儿园在30号上午 特别带领大班小朋友 徒步前往园区邻近的超商及卖场 让孩子们采买自己喜欢的点心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 引领孩子完成这项任务 在选购的过程当中 市长和老师们耐心地教导孩子 了解不同面额的硬币和纸钞 代表不同的价值 以及在额度内可以采买的品项 最后再由小朋友 亲自从钱包拿出家长所准备的100元 去出正确金额完成支付 发票跟钱钱放在你的包包 那个小零钱在里面 在儿童节的前夕 我们花莲施工所花莲施月 我们带孩子们 大半的孩子们来到 我们爱买来采买 让他们了解货币 以及我们的价格 以及实用性 那今天也带孩子们到我们的临时区 那也请家长给每一位孩子100块 让他们买两样东西不能超过100块 让他们去了解这个价格 然后跟需要性 那在这边也真的很感谢我们幼儿园的园长 非常用心 那在儿童节的前夕也送我们孩子们一些 儿童节的一个跳绳机 那也希望在廉价的期间 能够孩子跟 爸爸妈妈跟孩子们 一起能够在家里一起共同的来享受 从选购到完成消费 全都是小朋友一人完成 让他们都超兴奋 你们买了什么 我买了一包薯片 我买了这个 洋芋片 洋芋片啊 这是我最爱喝的红茶 而室友也表示 未来会持续办理更多相关活动 让孩子们都能在快乐的游戏中 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与技能 记者徐立芹 华联系报导 ид芋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